导致监控人员跟主管注意注意 台铁董事长杜威 7月初才开记者会坦承 621出轨事件确有疏漏 向乘客社会郑重道歉 还致情处分 不过现在两个多月过去 处分不见 倒是先迎来大功 产业工会披露内部公文 写下台铁公司化业务 历时两年多 如其在今年元旦成立公司 且至今运作顺遂 以具初步成效 牵奉董事长准语续讲 续讲名单第一号 就是董事长杜威 大功一支 还夸号公鸡卓越 记了大功之后 可能会在他的整体考评 以及他的个人年终上面 或待遇调整上面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考鸡法对于大功的影响 就是他可能可以直接进风一接 增加他的薪水 以及说他的年终等于是保甲 台铁公司化后 杜威先忙自己加薪40% 甚至要赚进一支大功 年底烤鸡跟奖金都稳了 看台铁给员工的中秋 已经出用了一串一代 工会同年罢工 台铁也为机未解 严重的出工问题 也没因为公司化而好转 东部干线甚至到年底 都还是只能单线双向通行 台铁大小问题不断 运作顺遂这四个字 让台铁产业工会听起来格外讽刺 过错大于这个攻击 公司化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改革 火车的维修经费只有争取到这个一半 全任人员的留任 新进人员的招聘上面 都出现了进度落后 法治化至今都还没有任何这个下文 已经比肥猫还要不要脸了 肥猫要的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待遇跟仇佣 但是它是面子理直都要 产工重爆批评台铁已留不回 公司化已经九个多月 台铁高层恐怕得端出更多成绩 奖审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明日新闻 孟江美 欧永海 台北采访报导 批证一下 北采访송 传媒 沟丛